这里介绍的是多项式导函数的一些延伸的题目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f of x 等于 3 x 平方的话呢 那我们要如何处理它的微分呢 那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介绍过了 也证明过了 x 的二次方的微分叫做 2x 那么它的微分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前面多了一个 3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可以介绍一个简单的做法 微分的话呢 跟极限是一样的一个运算 它就是一个极限的运算 于是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如果把它拆开来的话呢 是可以分开做的 那我们的话呢 处理它的话呢 简单的写法是这样的 我们这样的讲的话 会比较容易了解 3 x 的平方 其实它就是 x 平方 加上 x 平方 加上 x 平方 一共加了三个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在前面我们的话呢 都知道它的微分 我们微分的话呢 是可以加号减号 是可以拆开来的 于是的话呢 x 的二次方的微分是 2 x 加 2 x 加上 2 x 那么答案是多少呢 三个 2 x 变成 6 x 于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知道说 这个答案是 6 x 的话呢 我们不只要知道这个答案而已 我们还要知道它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 做法的规则是 3 x 2 x 6 上面的数字上面的指数 乘前面的系数之后 自动再降一次 这就是我们的多项式的这个提型的做法 我们在做比较复杂的 进阶的提型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到指数率 虽然这个指数率的话呢 各位同学以前早就学过 不过的话呢 我们还是再复习一下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指数率第一条 指数率第一条说 任何数的零次方 都是我们规定为 1 除了零的零次方是没有意义以外 其他的话呢 统统都是 1 第二条就满满常用的了 我们说 A 的 M 次方乘上 A 的 N 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变成了 M 加 N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用死背的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一些解释 同学就不容易忘记 来我们来解释一下 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举个例子 让同学的话呢 真正的了解 为什么要叫做 M 加 N 为什么是加起来呢 我们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A 的 3 次方 我们乘上 A 的 2 次方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是 A 的几次方呢 如果你们是用背的 你们就说 3 加 2 等于 5 问题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源头 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所谓的 3 次方指的是 A 乘 A 乘 A A 的 2 次方指的是 A 乘 A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有几个 A 在相乘呢 有 5 个 A 相乘 于是我们终于了解了 它其实是什么呢 真正的了解的说 它是 5 个 A 相乘 所以是 A 的 5 次方 是加的 那第三个情况 相除的可以变成 上面减掉下面的 用它的 M 减 N 的方式 去处理的话 这个是跟第二条是类似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来看看第四个部分 如果说 A 的 M 次方 又一个 N 次方的话呢 那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的话来看看这个题目 我们举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来思考一下 如果 A 的 3 次方 刮弧再来一个 2 次方 那么是应该是写成 A 的几次方呢 是 2 加 3 是 5 还是 2 乘 3 是 6 还是 3 的 2 次方是 9呢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用疑惑 我们回到了我们最原始的状况 我们来想想 A 的 3 次方 是 2 次方 什么叫做 2 次方 自己乘自己 叫做 2 次方 于是这个题目的话呢 它恢复到了原始状况 它是这样的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多少呢 这是两个相加是多少 是 6 其实不要那么麻烦了 2 3 得 6 于是各位同学 我解释了这两个的话呢 是相乘的 那后面我们将要用到这些公式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是开根号的情况 那我们要怎么处置呢 来我们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当你看到了遇到了平方根 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地方微分是不方便的 我们的话呢 要将它做了一个改造 所谓平方根 就是 2 x 的几次方呢 二分之一次方 如果的话呢 用我们微分的基本的公式 我们要怎么微分 微分就是等于 它的导函数就是 二分之一扔下去 x 的上面的话的次方在减一 二分之一在减一是负的二分之一 做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各位同学 你们可知道 为什么平方根就是二分之一次方呢 那我在这边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 各位同学看一看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必须要了解的是 所谓平方根 又在平方 这个会是多少 各位来想想 根号9变3 3的平方又会变成9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颠倒的运算 也就是反函数的运算 这个地方会恢复原状 再过来我们看看下一步 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的话呢 在刚才的指数率的第四条说 这两个是怎么怎么样的据计算呢 是相乘的 相乘的话呢 这里是x的几次方呢 一次方 一次方就不要写了 于是我们证明了 根号x其实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那么这个答案 各位同学的话呢 应该能接受 它就是二分之一 x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现在我们来介绍另外一种题型 另外一种题型的话呢 是有分子分母的 就是分式的 如果是分式的情况 上面是1 下面是x三次方 那么这个题目就算是简单的了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改造 我们把这个题目的话呢 做了一个小小的改造 x三次方分之一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x的负三次方 我可以把它写成负三次方 于是根据我们微分的基本公式 我们的话呢 微分 怎么算呢 负三扔下去 降一次 降一次是多少呢 降一次是变成负四 那各位同学说 为什么是负的四方呢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些解释 各位同学请看这边 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应该知道一个基本的乘法 只要是x不是0 这两个相乘必然是1 大家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二分之一乘二 三分之一乘三 都是1 再来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这个 这个地方各位同学看一看 这边就要注意了 这个我们就要用到指数率的两条了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它没有写就代表一次方 一次方的话呢 各位同学 底数相同 指数相加 负一加一是零 x的零次方是多少啊 根据指数率的第一条说 任何数的零次方都是1 除了零次 零的零次方之外 那各位同学看 这是不是同一一件事呢 所以的话呢 我们顺便记一下 所谓分之一就是负一次方 负一次方就是分之一 那各位同学说那这三次方怎么讲呢 三次方是这样的 如果各位同学的话想想看 x分之一的三次方 是等于x的三次方分之一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次方的话呢 两边都要下去 然后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 x分之一是什么 x的负一次方 然后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根据指数率第四条说的 这是可以相乘的 这是x的负三次方 于是各位同学看 是不是三次方分之一 就是负三次方 从此以后 像这一类的题型 我们都是这样处理 我们把它改成负的四方 比较好做 那这个地方的答案是 负三x的负四次方 那我们就上到这边